在福本,每年这个时候少不了做泡椒偶袋 三那碎上,又开胃 炎热的人气,让你吃啥都没有胃口 那就赶紧试试吧 绝对让你食日大增 这是我今天花了25年 买了一斤偶袋 饭店卖的泡椒偶袋为什么那么贵 现在我知道了吧 首先把偶袋用削皮刀削掉外戚 然后斜刀切成马脐刀 切好以后放在一个红袋盆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放入少量的白臭 浸泡半小时左右 这样不再会更加结本 再有一块生姜 切成姜片 蛋饭切成姜片 小米椒 丁刀切成辣椒圈 芙萝卜弄幼形刀切成几个 剪削一下口袋的颜色 然后再把口袋放在汁奶水下面 冲掉锅油袋垫 加入20克食用盐 冰糖20克 两个八景 少许花椒 香叶 桂皮 甘辣椒 倒入切好的胡萝卜 姜片和扇片 然后再把小米椒也倒入瓶中 再取一份小米辣 盐汤和小米辣一起倒入碗中 再放入两勺白臭 然后用勺子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以后 章鱼玻璃瓶中 盖上盖骨 泡住12小时左右就可以使用了 这是已经泡好以后的耳袋 现在章鱼转中看看效果 就在颜值看着是不是没有食欲了 看完视频就熟悉了吗 如果再到美食坐在里面满意的话 我们在评论里 可可留意中支持配合一下 感谢大家了 关注配合 每天教理做不一样的美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